台中中区新中阶的大火一外 造成六死六上的悲剧 为了防堵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针对全市38间已歇业旅馆建物 台中市也展开了联合机查 这一天受副市长陈子敬率队机查三家歇业旅馆 当场就查获了两间是回归使用 也擅自室内装修及为办理公安申报 已经分别开罚出所有权者18万元 并要求限期改善 台中市副市长陈子敬带队 与独发局等相关局处展开联合机查 有鉴于中区的新中阶大火一外 造成六死六丧的悲剧 这一天针对了全市38间 以歇业旅馆建物展开联合机查 里面的建材或者说消防设备 或者说有没有堆积什么杂物等等 影响到在那边居住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结合我们都发 官吕警察消防四个局的同仁 执行联合机查 台中市都发局也指出 一些场所后续营业使用 如果没有主动向主管机关 来办理营业或立案登记 将产生管理漏洞 因此这次的机查将针对申报公安 室内装修及消防设备等 来检视是否有合乎规范 一个项目大概是六到三十万左右 第一次我们会以最低标去处分 然后请他改善 那给他一段时间改善 他没有改善的话 那当我们会再来做复查 复查还是不改善的话 我们还是陆陆续续 还是继续采罚 这一次机查三家的卸业旅馆 当场就查获两家北规使用 擅自室内装修及被办理公安申报 已经分别开罚所有全程18万元的罚环 并且限期改善 若被改善将会连续采罚 这铃家话台中采访到